其實這個六月那麼長的時間 這樣一下子要把他弄作用 戴什麼刀子教 就我剛剛這樣 有想到先講一下 就是 像那個手套口罩那個部分 口罩 就是說在那邊敷的時候 戴口罩的人其實真的很少 那我 我之前那邊待的時候 也是事實上沒什麼戴口罩 唯一比較常戴口罩的那一段時間 是我感冒了 然後我反而是怕被去傳染上她的 通常有些人感冒他們自己不去 那我的時候覺得說 我還可以一點時候我去 然後戴著 因為咳嗽我就不敢太靠近他們 所以我要戴 那那些人戴 反而人家會一直看我都 幹嘛還戴這樣子 那至於說手套的話 他們通常會用手套 大概就是換傷頭 就是那個傷頭那個 撈炸什麼那些 或者是在 比如說幫他們患 患那個尿部啊 什麼 清洗的部分 比較會好 通常比如說餵食啊 或是幫他們拍背啊 什麼這些都還好 那有些人也是說他怕 有一個坐窗 不是坐的嗎 路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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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那個 借窗 借窗 他們擔心那個的話 其實 但是手 通常比較會碰到 就是手掌或手臂 可是通常你要是服務完之後 都會洗手 所以說事實上 手的部分是不太會的 不可以是你去抱他 你去殘服他的時候 也許手臂或是哪裡比較有可能 大概是這裡 那至於說 剛剛姜老師有提到說 那個澳洲的愛媒 他一直說 他有提到的不是說什麼 病人的紀錄是不是 沒有 我在那邊觀察 事實上 譬如說在家人各打他 有那麼多個機構當中 以追死之下來說 他因為 我想他那邊沒有進行資料 我想大概是 可能 病人的來序 時間比較 他是指小朋友的 他比較關心 那個可以治療的小朋友 為什麼不治療 像瞎眼的 或眼睛不好的 還可以救的 他主要是 或者智能低的 為什麼不給他做一點教育 這個我在西書發論的時候 就是 加爾各打那個幼童中心 就算這邊我剛講過 像約娜一樣的 曲曲棒棒 對 他們 我那邊看到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資料就還不錯 他們是 每一個小朋友就有一個Folder 那他們那個 他Folder就社會先寫 他是幾歲 目前是幾歲 然後持收進來 然後他目前能夠做到的一些動作 是哪些 然後需要幫他服務 其實是幫他做哪部分的運動 或是怎麼樣 他那邊比較弱 譬如說職位時方面比較困難或是什麼 他那邊的紀錄就還蠻清楚 所以說這個大概就是可能看 看各個中心他的管理部分 那至於其他 其他還沒有 就比較一點奇怪的 你去Munderhouse嗎 他是135下午的3點開始 3點開始就是辦登記 辦理說你要去登記到哪個服務中心這樣子 那最好是在3點半已經 最好在那邊倒 因為過了3點半4點 有時候是說如果他自工人少的話 他可能就你看看沒人了 他們就走 他通常是3點到5點 就中間兩個小時 可以再有人在那邊 可是如果人不多 他活力到時候他就不受 所以當然通常應該不至於太多 那至於看是不是如果是忘記的時候 自工的忘記的時候 他可能就不會在Munderhouse那邊 他會到 徐徐棒 聽到好像現在已經移到徐徐棒棒了 都全部 好像我最近好像有看到 有到徐徐棒棒了 那可能全部都是在那邊 因為我們到後來都是在 他們都是在那個徐徐棒的那邊 他有一次Munderhouse前面有一家 看起來舅舅你剛才不熟 可是我在那邊觀察了好久 到最後終於去吃了 他那個是 Maria那家的 我覺得他小小一個 可是很便宜 這樣大概5台幣都要5塊錢 很好吃 Munderhouse的 Maria 他沒有招牌 他坐在Munderhouse前面 Munderhouse旁邊 Munderhouse 他們就是你到過去你也看到 他每次都有一個人在前面 像是山口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他們會把就是比較重病的病人 送到醫院去嗎 比如說送病 但是重病那還有舊的 或者說那個傷口就是 像你剛剛說有長驅的那一種 長驅的公然不會啦 他們長驅大概自己處理 他們處理掉就好了 他可能偶爾還會留個一兩條在裡面 因為他趨勢可以撕那些 壞瓶 壞瓶子 對壞瓶子 你還要壞瓶子聽到 所以故意留 我還不曉得 不知道 他們不自己 就是他們沒有動手去把它清掉嗎 會 說你會 他會清掉嗎 不是說壞組織會把它清掉 他們會做這個動作 只是說 看人手 人力足不足 對 因為我曾經就有一次在那邊服務的時候 他修理他們 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是腳外傷 然後 他們就是可能真的是很甜重還是怎樣 我不幹 我在旁邊 然後他們就把他壓 他因為他知道的時候 他就腳 可能是沒有麻藥還是怎樣 他們就是直接硬生生的 因為我直接早就把他的筷子撿 他就在那邊 哇 他叫人 可是 也是痛一下就好了 所以修理就趕快按住他 這樣子 我這樣就好了 我這次看的比較印象比較深刻 我這次那次看的比較印象比較深刻 反正 不過因為說真的 他們 那些老人家 他們大概 常常就是露宿街頭或什麼樣 他們遇到的 可能在那種狀況更惡疊的很多點 所以說 痛是在當下下子 然後 有安復 然後修理趕快給他吃的什麼的 因為那時候 就算是快要吃飯的時間 所以說 那個病人 其實還蠻能夠 接受那樣的狀況 不是說一般我們台灣就說 你對我怎麼樣 他們是說有人在關照他 事實上他知道 雖然痛可是也是為了他 那個關於送醫院的事情 以孟買來講是警察送來的 他們自己不出去撿 那錘子家早期是他們會出去 有幾個專人出去找路邊的撿回來 那我不知道現在 以前 我想以前應該都是修理出去找 現在志工多 現在都是那個 有State 一些資深的志工 資深志工 他們就會到故地 每天會到車站 特別有個Horror Station Horror Station 那個是很蠻大的車站 就是他幾個比較大的火車站 他讓你去找那個 那些 就是可能 遊民 遊民躺在路邊的 沒有人照顧的 無家的 基本上是Homeless 然後沒有家 然後 比較受重傷的 重病 比較弱啊 比較脆弱 或是體力很弱的那種 他把他帶回來 然後 有 從醫院 就是說 醫院已經看到那個小孩 我曾經看過一個小孩子 大概三四年級的那種感覺 那個看起來就是 醫院已經不收了 因為他在醫院待了好多 好多的醫院 看起來就是快要不行了 然後他們就把他送到催死之家來 那修影就 我要來幫他 就是把他放在那個聖母像的下面 然後就是很照顧他這樣 可是也是熬了一兩個禮拜 後來還是不行了 就是說 看他不行了 因為不接受了 他們就看不收了 通常會這樣子 那有一些會 就是說看起來真的 可能 他那個狀況不太行 就是在催死之家 確明他們覺得不行 醫生看一看 就是那志工醫生 看一看也不行 也會幫他們送到醫院去 去做診癌 這個大概都會 大概是不是